我拍不到的 為何我們活動時身體發出啪啪聲 首先我們要知道人體的基本構造 人身上有206件骨頭 有230個關節 有這麼多關節是讓你活動可以做運動 而關節裏面有軟骨 軟骨是一種沒有血管 而且有彈性堅韌的組織 裡面是沒有血液供應的 所以關節裏面有關節液 含有類似蛋白質的透明黏性潤滑液 有一個潤滑的作用 它就像潤滑劑一樣 而這些關節液只有在你活動時才會大量分泌 所以做運動可以令到你的關節裏面的軟骨 有營養和健康 事實上我們活動身體時發出的聲音 大致上有兩種 第一就是關節裏面的聲音 平常大幅度動作的關節大部分是屬於滑液的關節 裡面其實有很多關節液 即是潤滑劑 而滑液裡面也有很多的氣體 當你活動的時候 骨和骨之間的距離拉開之後 中間的區域就變得廣闊了 但滑液的含量又沒有變 這時候就形成了一個低壓力層 在滑液裡面的氣體堆在一起 就像你開氣水蓋之後 加氧化碳向上升走出來 那關節液裡面的滑液也是一樣 它們就會堆在一起 而氣泡體積夠大 要釋放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 啪或啪的聲音 第二就是關節外面的聲音 大多數都是因為我們的印帶 機鍵太過繃緊而磨擦的聲音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我們站坐姿勢不好 在關節有些移位 而造成活動不暢順 另外油軟度不夠 亦都是導致當你活動的時候 關節外面會啪啪聲 很多人在活動一陣 就會得到改善 基本上關節有時發出聲音 不要痛的話 也不用太緊張 但當關節發出的聲音 次數多了 而且有痛的感覺 或者在活動的時候 覺得關節鬆弛不穩定 就可以透過肌肉訓練 或者拉筋來增強肌肩 和印帶的強度和柔軟度 飲食方面便可以適當地 竟然吸取葡萄糖胺 所以其實我們平時的坐姿 都要很正確的 坐好一點 麻煩你 麻煩你 再見 再見 把腳給你 再見